好同学们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你们的第三个作业 也就是CV跟Portfolio里面主要是做什么 CV就是履历表 Portfolio就是你们的作品集 全部都要放在Witch里面 好基本上呢很多同学觉得说要翻一些成年旧式 然后要写很多很多不同的细节 其实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我们除了提供基本资料呢 我们应该还要去思考一些其他的东西 好那我们来看 它的长度应该维持到维持在一到两页 这个是它Print出来的状态 就是讲说一张纸印出来双面的话 它应该就是大概最长是这样子 因为呢每一个求职者都会很想要把自己最了不起的地方拿给你的雇主看 可是雇主其实面对这么多的申请人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每一份履历表大概他只看两到三分钟 所以能够把最好的东西提到最前面来让他看到就算了 其他比较小的一些事情真的可以留到面试讲或者甚至不讲 好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你应该去编辑一下你自己的履历表 针对你的工作项目去做 例如说你要申请做Production Assistant 那你就应该把一些跟Production有关的东西拿到前面来就是放大 而不是说就是一张履历表走天下这样子 再来呢你要留下空间在面试时进行深入的对话 如果你所有东西都写在你的那个Wix就是你的那个履历表那里 他没有其他一些可以跟你聊的东西 那其实基本上你就已经失去就是跟他见面的机会 再来就是保持精简跟易读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利用设计来吸引读者 这个部分呢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些example 然后再来呢就是你千万不要因为会设计 然后就走火入魔 然后就讲我知道很多那个free stock photo的地方 有free clip art还是什么 就给他弄得好像好花俏这样子 你是要去求职 你不是在设计你自己的diary book 所以你要知道说设计过度的履历表 让人家没有办法集中精神 他就是去看那些很可爱的画面 然后他甚至要在你一堆无用的那个设计中 寻找你重要的资料 这个让人很导火很恼火 然后再来就是不要加入很无关紧要设计元素 真的是有必要才加 那有些资料真的可以删掉 例如说你想要去申请做记者 你过去三年你有做私营生 你觉得这个私营生的那个经验很重要吗 除非你的私营生下面你可以加入一些可能描述 就是Signosis或者是Explanation 讲说那因为你在做私营生的时候 你学到随机应变很多时候知道怎么样 面对不同的诉求做出一些调整 或者是怎么样处理危机等等 不然的话 你可能一些无关紧要的 怕贪的一些工作经验 其实对你的这个申请的职位是没有用的 那还有一些人觉得 我拿过多少奖全部都要拿出来奖 小学三年级赛跑金牌你觉得很重要吗 难道你是要说因为我很会跑 所以我在做记者的时候可以去追一些犯人之类的吗 其实这一点用处都没有 所以年代久远然后跟你求职没有关系的东西全部删掉好吗 然后再来你认为你的雇主会基于你各科的成绩而聘请你吗 其实不一定的 你如果在这一科就是做得相当好的话 他就会可能你的那个写作非常好 那就够了 你不需要写作好设计也好什么都好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需要把所有的成绩都列给他 就是把我们自己觉得相关的科目 然后只做不错的科目给你的potential雇主知道就好了 好 再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零错误很难吗 我在讲的就是你们的错误 我发觉到在在改你们作业的那个过程中 错误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 尤其是出现在履历表 人家会觉得你都没有在用心 所以履历表是人家对你的第一印象 如果你都做错的话 人家会觉得你做事很草率很粗心 他怎么敢把一些东西就是交代你做呢 所以你一定要多做那个教对的动作 就是Proof Read 自己没有办法做Proof Read的话 跟同学交换彼此来帮助对方做Proof Read 然后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五个朋友去看你的履历表 那务必清楚每一个错误 再来就是对齐 因为我们要一直看很多不同的履历表 那对齐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 我已经讲过了 往中间对齐不是一种对齐 它是一种两边都不齐的做法 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同学喜欢往中间对齐 这是不会做设计的人在用的一个方法 所以请你不要再往中间对齐了 OK 所以你要知道你在媒体行业 多多少少每个人都会一点设计 你如果完全不会设计 会让人家觉得你好像很不适合做这一行 然后再来就是你尽量往左或右边对齐 就是我刚才讲的不要往中间对齐 再来就是你要整体的履历表 看起来是整齐有条理的 可以利用一些线条色块等等来帮助你的设计 然后你必须把它设计成适合打印的样子 就是讲说它放在Wix里面 可是它是不是可以把它印出来呢 那你纸张的设置就是说 你的前提是如果print出来的话 应该是A4 size的才对 然后它的背景最好是白色 不然它印出来是黑色底白色字 它应该会跳脚 然后再来就是它打印成黑白版本 还是清除易读的 有些同学它的设计就是用了很多很浅的颜色 浅黄色配浅粉红然后再配一个浅蓝 印出来的话如果它是grayscale的话就是萌成一团 所以我要同学去注意你的东西印出来到底是不是清楚的 然后你可以将你的履历表成为pdf的档案 因为如果你把它存成pdf的话你的字型是不会变的 那你要知道如果是word document还是其他不同的软体 你做出来的东西例如说microsoft word 你在人家的电脑上面打开 那个字型它没有的话是会变掉的 pdf不一样它会帮你把那个字型固定起来 然后你必须方便潜在雇主下载 就是说你可能要提供一个download button 然后它按它就可以download这样子 然后你要提供网址在你的wit上面 就是不是wit上面 在你的履历表上面 那你交了履历表他们就可以看到你的网址 然后就可以去看你的portfolio 所以他事先看了portfolio 他就可以知道说我是不是要叫你来面试这样子 尤其是如果有些同学他觉得你可以就是走出新加坡 要到海外去求职的话 这个是尤其重要的 那我一般就是希望同学不要使用履历表的模板 因为你可以参考有必要可以直接套用 但是但是他的那个套用而已 所以呢我上面写不要使用 那你有必要的话你可以直接套用 这个是非常紧急的状态 但是可以的话你套用下去要做一点点改变 ok 花点心思去设计 然后呢再来就是你的履历表不应该跟别人一样 都一样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很了不起的地方 作品其实也是一样的 然后你的作品应该时常更新哦 那你一年级做完二年级做完三年级做完都要不断的再更改 然后再更新不然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你的东西一成不变 你没有那个进步的空间 所以千万不要一个portfolio走天下 然后呢随着资历的不同要更改你的履历表还有你的那个作品 尤其是三年级的同学他们到了internship做了很多外面很很大的project 都要加下去的哦 这个对你的那个求职非常好 然后呢你随同作品集上载到网站跟应该实时更新啊 这跟我讲的是同一个意思啦 然后再来就是展现你的个性 怎么样展现你的个性呢 刚才我在那个上一个你们的作业相解那边有说过 如果你其实有想要做不同的行业的话 那你可以透过设计让你的雇主知道你的取向 你的那个志向 让他知道你可以设计 然后呢你是一个media practitioner 你不是随便一个cloud 你不是随便一个那个不会设计的人 所以这就是你的特点 你可以发挥创意 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里边有一个例子 你可以看到before and after 你看before其实基本上用word document就做得出来了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他的字就是全部都一样的大小 然后呢他用的字型非常的类似 然后也没有用任何的分隔线 他不烂但是他也不好作为一个正常的如果你是要申请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一个文员的职位的话大概可以 可是如果你是media practitioner呢 你至少要做到像右边这样子 他一般上最基本的是怎么样呢 左右你有没有看到他有两个column的 左边的column就是放一些很基本的资料 你看about,education,contact details 右边再放一些可能要写比较多字的东西 尤其是你看他还有用一点点infographic 你有没有看到他的skills 他是用一圈 然后这个圈呢你看到他这个灰色部分 就是讲说他到底有多厉害这样子 ok 还有就是他的visual hierarchy做得很好 你可以看到他这边你看他的那个小标题跟内容 他的大小没有差多少 可是这样我闭上眼睛三秒钟打开来我可以知道说他有123455个很重要的部分可以看 明白了没有 再来另外一个 我们来看就是跟刚才一样这个人他的那个履历表也是一样 尽量避免这样子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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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字真的很不好 你一定要把它隔成至少两个栏目 一个瘦的一个宽的 然后再来慢慢的把你的东西列出来 这样子才是比较对的做法 明白吗 好再来我们看这个也是类似一样的做法 就是比较former一点点的 那他的experience比较有趣的是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他用线来分隔他的一些年份 OK还有地点然后他做了一些什么 好这边也是一些infographics 好这个呢其实也是哦但是有点萌 你可以看得到他有点点设计 例如说这是他的profile 他讲的话他的experience 还有你看他的interest也是用了一堆icon来做 那我觉得这个还做得不错 这个也是哦基本上他不是用圆圈 可是他用的是一个bar 你可以看得到他的bar 就可以知道说他究竟他的能力在哪里 好所以我是觉得说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基本上你们的那些履历表年份 都是最靠近的放最上面好不好 这个也是一样他用了比较多的颜色 然后你看到他更干净一点点 因为他的字比较宽松 这个也是可是他的纸张的orientation 就是比较属于landscape 是比较少见啦但是也不是不可以 好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大家比较有设计风格的 都是visual hierarchy做得比较好 然后分格的比较明显一点点 好这个也是 但是我要讲一下就是他的那个照片 那其实你要申请什么样的那个职业跟你 要放什么照片在上面其实有直接关系 如果你要申请比较正式的工作 你可能不太不应该要放这样子的照片 要放比较正式一点点 好有些同学很喜欢自拍 然后拿自拍照放在履历表上面 这样对吗你不是去交友耶 所以你是去那个申请工作的话 态度啊什么穿着都要非常的认真 严肃一点点 这个也是 还有这个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黑底 如果不打算印出来还好 不是打算印出来的话 我觉得那个雇主可能会哭 因为他的品德浪费很多磨 这个的话呢你会看到他开始走向比较 不那么正式的感觉 所以如果有些同学是要做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工作 例如说 advertising 或者是要做design 好等等 你可以开始用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但是同学要记得 这样子并不是很严肃也不是非常for 所以真的要看你去申请什么样的工作 你看这个也是比较适合像designer做的 这个也是 所以如果你拿这样子的东西 你讲说你要申请去做一个marketing executive 可能人家会 怎么会这样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摄影师 他在求职的时候放的一个portfolio 所以虽然他只有一个column 你看到右边没有column 对不对 但是你看到他尽量把东西 就是他的整个column是很瘦的 他不会很长很长across整个页面 因为会非常的难读 好这个也是 所以这个其实你看 甚至我不是很鼓励啦 你看他这样子的话感觉好像很不正式 他笑的还有一点 这句话我收回啦 就是说我觉得他笑的不是很正常这样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的设计就有一点特别 你看他名字在这边 然后重要的讯息在这里 employment education computer skills 这些都有写进去 所以我是觉得说还不错 好所以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希望同学说想一想你们的portfolio可以怎么做 那其实我在你们的那个mail上面也放了你们的学长姐的一些example 所以请同学就是参照他们example做一些分类 然后把你们应该要放的东西放上网 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加油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